双溪区的太平里位在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当地许多地方产业发展和民众生活都长期受到管制 太平里当地还因为地处偏乡 长期没有自来水管的铺设 居民都必须要自己接山泉水 一到夏天枯水期的时候还常常无水可用 市议员廖秀雄就要求全责单位 必须要尽速完成简易自来水管的铺设 好让太平里民用水无语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使用自来水是再平凡不过的事 不过对于住在双溪太平一带的居民来说 却是遥远的渴望 常年没有自来水 民众只能自己接山泉水使用 居民表示在冬天因为有下雨算还好 但是到了夏天常常是没有水可以用 我们这看着不得很久 差不多四五十年了 你们这都没有自来水可以用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那水冠后来看的作用我们都用没错啦 那像我二十万年以前 有来我们这做一杯都有做过 我们这没有 讽刺的是太平山上的水源是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提供大台北民众生活用水 而当地居民却无法享用到 地方居民说已经从好久之前就说要安装简易自来水 但是只闻楼梯响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还是没下文 我们六月天就没水了 没水要怎么 没水啊 牵着水拖水了 哦 可以去拖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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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水就要去拖水 这句是有啦 现在如果过两个月就没水了 现在又五月拖水了 没水的怀疑 怀疑啊 本来就是说跟地方上分离三岁三年要执行 我是认为啊 举那个乡亲一直不满 所以简易自来水啊 只有三千多万 要一次解决啊 才可以完成我们民生解决问题啊 偏年地区 由于安装简易自来水经费庞大 相关单位有意分歧失作 但是议员要求要一次完成 让太平民众有自来水可用 九成为双溪采访报道